強調說,你要未給這個樞紐分析表之前 一定要是一個正規化的資料 而且呢,你要查的 假設你要查什麼 你一定要有那個欄位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 你後面樞紐分析表 它也沒有辦法幫你完成 所以如果說你假設要分析 要做什麼樣的報表 沒有那個欄位,你就把它變出來 在那個樞紐分析表,它有一個名稱叫 新增一個叫計算欄位 不過計算欄位,它可以在樞紐分析表裡面建立 也可以自己建立 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好像你不如你乾脆的吧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新欄位 你剛才就再另外插入一個新欄位就好了 不然的話你在樞紐分析表做比較容易出錯 所以我覺得,新增欄位 我就沒有特別再另外講 因為我覺得結果是一樣 那導播你就另外 假設以後如果你需要新增一個 你就是新增欄位的這個部分的話 你就可以用我剛剛講的方式 你就插入一個新欄位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有總共有12個問題 這個12個問題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針對前面6個問題先完成 本來有12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這個銷售總額要怎麼 這個公司到底 那個業務總額到底多少 全年度 那首先的話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一樣吧 把油邀呢 就放在這個銷售主檔裡面 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他就把它全顯起來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我們應該可以針對哪一個呢 其實是銷售金額嘛 有沒有 銷售金額 直接拖拉到馬里面 拖拉到值就可以了 列標籤的話 其實都不需要 其實其他也都不需要 直接的 他預設因為他裡面是一個數字 所以打 把他怎麼樣 把他直接拖拉過來 他就幫你做一個 把他的這個 全公司的銷售金額全部都加裝起來 所以他得到一個結果 我們用千分位符號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千分位點一下 ok 小數點拿掉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是24億吧 百萬 24億多 這價公司營業額 好 那再來的話呢 他說第二個問題 要針對什麼 各縣市 也就是說 我哪個縣市到底 或者哪個國家 有一點要分析一下 針對哪個區域 那我們可以怎樣 他說針對是 縣市 所以我們看一下有沒有縣市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欄位 如果有的話 我就直接拖拉到列標籤就好了 有沒有 在這邊有沒有 縣市名稱嘛 對不對 然後把它拖拉到列標籤 這樣的話呢 馬上就有螢幕了 那再來當然 我們可以按照什麼 如果是有想知道說 哪個縣市 這個業績 由高到低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一樣吧 把這個地方用資料裡面做排序 你Z到A就好了 馬上可以說 台北市 台北縣 桃園縣 等等 那部門是北部的縣市 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 各縣市 還有 除了縣市之外 還有部門 比如哪個縣市 跟 對應到哪個部門 他的銷售金額 有高低的狀態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再把部門 有沒有部門 部門 部門名稱有 再拖拉到列標籤 也就是說呢 他的階層呢 可以是下一個階 等於是在 各縣市底下 去顯示 各部門的銷售業績 有沒有都出來了 OK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什麼 列標籤還可以再放第二層 那你說老師 可不可以放第三層 也可以啊 你可以看到 部門底下 還可以再放業務人員 有沒有 哪個業務人員 那只是說一層一層的話 他會變成說 有點像要展開啦 如果你不想要讓他展開的話 這邊不是有加跟減 你可以先讓他 什麼 關閉嘛 有沒有 要打開的話 就把它再打開 這樣的話呢 可以一層一層一層的就看 哪一個縣市 等哪一個部門 對哪一個業務人員 有沒有 可以一層一層去看 到底他的銷售情況如何了 那第四個問題啊 他說 各部門 什麼呢 這個應該130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那個講義啦 130 二頁這邊 剛剛講的130 三十一頁這個 部門嘛 加一個部門 第三十二頁的話 那就是什麼 他說各部門 產品分類 的銷售 所以哦 特別注意 就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所以 應該是怎麼樣 把縣市名稱拿掉 拿掉什麼拿掉 很簡單 縣市名稱 其實我講過啦 你可以往上拉 拉到上面 它的叉叉 就是你除了一次 哦 然後呢 他說 部門留下來 但是 哦 產品名稱要加進來 就要找到什麼產品名稱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一個藍位叫產品名稱的 也 不知道有沒有產品名稱 那叫分類名稱 所以把分類名稱放到部門名稱的下方 這樣的話 有一個商品名稱嗎 哎有耶 看一下 遺料 是不是這個 商品名稱 哦 對 他說 各產品 它是分類名稱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應該是分類名稱才對啦 不是 當然如果你要是產品名稱 你可以用這個 但是分類名稱 所以我們就把分類拿下來 OK 沒關係 反正就是 知道說 可以隨時 假設你要統計不同的資料結果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完成 再來的話 第一個問題 可以將什麼呢 這個 上表的這個藍列對調一下 藍跟列對調 所以這邊 其實基本上的話 可以再把什麼啦 業務 跟分類 要是把業務 把部門名稱的放到藍 這個標籤裡面 有沒有 做交叉的比對分析 有沒有 列 哪個分類名稱 好 對應到哪個部門 他的業績是多少 可以馬上可以看到結果啦 其實這就一目了然的 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不是希望看到什麼 他的那個 銷售的這個 這個當然是業績啦 當然他現在的問題 他現在的問題列完 他是 各產品 銷貨的 比數哦 也是不是總額 不是總額 比數我之前講過嘛 你可以什麼 把這個 值哦 本來是加總對不對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比數比較好 他訂單有幾筆嘛 不是 不管金額大小 反正呢 他的比數越多 表示說 哦 他這個訂單 相對的比較多啦 哦 那我不看他的金額哦 所以他小訂單 反正也都算一筆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可以馬上顯示出 到底 嗯 哪些部門 比數是多的 可是也許他們 他業績不一定是成正比哦 所以其實說不一定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從 1到6就完成了 那單位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7到12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反正就是 按照這樣的方式哦 稍微 啊 了解一下 書格分析 其實他 彈性其實還蠻大 你可以隨時呢 針對 想要查的 可以把你要的欄 只要上面是有欄位的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哦 把那個欄位 所代表的 背後的數字意識哦 可以把它顯示出來哦 試試看 那後面我們待會兒 再來看那個 7到12的部分